因为两岸的码头提升工程正在按计划进行 目前已经完成六成的工程 比原定进度提前了1.24% 宾州港务局主席拿督陈德卿表示 这两个码头是按照国际机场的标准来建造 各类设施完善且现代化 预计今年8月国庆日之前就能够竣工启用 两个渡轮码头的提升工程 具备了很多现代化的设备 包括有小贩中心 有小商店 还有提供了舒适的等候室 每次等候室可以容纳300到400人 具备了全部的设备 包括WiFi 包括各种各样的设备 也包括账戒人士的一些需求 我们都完全符合 陈德卿今天巡视冰岛拉尔敦乌达码头 以及北海苏丹阿多哈里码头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工程费用都是由槟城港口有限公司承担 交通部在去年和今年一共拨出3000万领级 给有关公司采购五艘渡轮 官方过后将公布新渡轮的详情 以及提升工程的总成本 在完成码头的提升工程后 渡轮的升降台问题也会加以改善 陈德卿说 研究估计 槟城渡轮服务的载客人次 将在2028年突破168万人 脚踏车和摩托车的使用量 也会增加到70万辆 在一切 中文字幕和人们 冠冠整 疯独突 二十九 二十九 六十九 二十九 一九 四十九 半